HELLO 大家好,我是Bernard 歡迎來到 BH 爵士琴坊 我會在這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爵士音樂和爵士鋼琴的課題 我們今集跟大家講的是 包自動 不是,是義不一自對 爵士樂和聲可能給我們一個感覺很複雜 很難明或者很痴笑 但如果我們先不要理那些難的地方 我們只是看它們最基本的元素 其實就是二chord、五chord和一chord 簡單來說 二chord、五chord和一chord 就是指在一個key裡面排列第二、第五和第一的chord 我們可以看看 這是一個C major的音階 而它的二chord、五chord和一chord 就是D minor 7chord、G7chord和C major 7chord 而在minor key裡面的二、五、一chord 是會和Major key有少少不同的 而它的二chord、五chord和一chord 分別是D minor 7chord、G7chord和C minor major 7chord 或者你會問 為什麼要是二chord、五chord和一chord呢 接下來我就會和大家看看 二chord、五chord和一chord之間的關係 現在我們就用C major作為一個例子 在C major裡面的二chord、D minor 7chord裡面 有這四個音 D、F、A、C 而當中的第七音、C音 帶出了一種張力 令到它有一個傾向要resolve 下去的G7chord裡面的第三音、B音 同時這個chord的Leading note的B音和它的第七音 也都形成了一個Tri tone 而這個張力令到它有一個傾向要resolve 下去C major的C和E 所以我們可以說 2、5、1chord 是有助確立一個Key的調整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Jazz Standard裡面的2、5、1chord 在這首《Afternoon in Paris》裡面 首歌是由C major開始 但是它在第二和第三小節 就已經用了Bb major的2、5和1chord 然後在第四、第五小節 就用了Ab major的2、5chord和1chord 接著它是用C major的2、5chord和1chord 令到我們在開頭這八個小節裡面 已經聽到音樂由C major轉到Bb major Ab major再轉到C major 轉了一個圈 我們接下來又看看另一首歌 《Fly Me To The Moon》 這首歌是用了C major的E、5、1 和它的Relative minor Am的E、5、1交替的出現 這種用法無論在爵士樂或樂行哥 都很常見 我們現在就找一首大家都熟悉的歌 重新編配過那些2、5、1chord 這首是《Trinkle, Trinkle Little Star》 在頭這一句 在頭這一句 我就嘗試用C major的2、5、1來作開始 但是在第二個chord G7 chord裡面 它的B音和旋律的C音是撞了 所以在這裏 我要將G7 chord 改作G Suspension Chord 這樣就把問題解決了 所以整句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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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那一句 我們就嘗試用G major的2、5、1chord 分別是A minor 7chord D7 chord和G major 7chord 我們跟著下去嘗試用A minor的2、5、1chord 在這裏 你或者會留意到 E7是用了B9chord 因為旋律F音 是一個E7 chord裡面的B9 關於這些chord extension 我會在其他的video裡面 去跟大家去講 然後我們利用C major的2、5、1 來完成這一句 跟著這句 我們可以試一下 轉一轉的harmonic color 我在這裏 選了D minor的2 chord和5 chord 雖然5 chordA7 是沒有F音 但是我們可以把F音 當作B13音來彈 在這裏我們沒有需要用2、5 chord和1 chord 我可以只彈2和5 chord 所以在下一句 我們試一下用C major的2和5 chord 而整句就會變成 而整句就會變成 然後我們可以嘗試不同的變化 例如用A minor的2 chord和5 chord 然後我們用G major的5 chord 然後我們用G major的2 chord和5 chord 之後我們用G major的2 chord和5 chord 之後那句和開頭那句的音符是一樣的 我们可以试试做不同的东西,尝试跑远一点点 在这里我先用A flat major 2 chord 5 chord 1 chord 接着我们再用F major 2 chord 5 chord 1 chord 我们来到最后一句,我们试试用一吋的E 5 chord 将音乐带回到C major 在这里我会用D flat major 2 chord和5 chord 接着我会用D major 2 chord和5 chord 接着我会用C major 2 chord 5 chord和1 chord 好了,我们现在试试整首歌 Reharmonize 了之后的效果 Reharmonize 了之后 Rên诗 Reharmonize 了之后 编曲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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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enta 你会见见,在经过reharmonize 之后 這首 Trinkle Trinkle Little Star 其實是經過了很多個不同的 Key 令到我們可以聽到一個很豐富的和聲變化 來到這裏 我們這一集關於 251 的內容說到差不多了 你不妨用下不同的 251 來 Reharmonize 你熟悉的旋律 你會發現有很多驚喜 在剛才的課題裏面 我們有提到其他 Jazz Harmony 的部分 我會透過其他 Video 和大家討論 請不要忘記 Like 我們的 Video 和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 我會定期和大家分享 關於爵士樂不同的課題 你也可以上去 Hong Kong Keyboard Art Center 的網頁 去了解更多我們的爵士音樂課程 Bye Bye